那么在美中之间的分歧 它到底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化解呢 美国国务卿克里 他上个周末在波士顿的家里 款待了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这也是继去年在美国加州的奥习会之后 美中高层之间这种所谓的不达领带的庄园外交 看来是越来越频繁了 这是不是能够为美中之间的分歧来解套呢 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戴博先生Mr.Robert Daly 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进行分析 戴博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 我们知道我们从东岸的戴维营 一直到西岸的安纳伯格阳光庄园 一直以来美国历任总统都很喜欢这种 所谓的非正式的庄园外交 为什么这种非正式外交 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的那个正式的外交实在太正式了 就是我把我所有论点我连给你听 我也把我的连给你听 其实这些东西你不用当面谈谈 如果你要当面谈谈的话 你应该稍微非正式一点点 有个机会我认识你 你认识我 直接了当地说话 这是他们的目标 可是据我所知道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太成功 那您觉得像这种所谓的 非正式不打领带的外交 它对于解决分歧能有帮助吗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次克里跟杨洁篪谈了很多 其实很严肃的话题 伊斯兰国 埃伯拉的疫情 谈到了朝鲜 还谈到了这个很多伊朗的核问题 那么这些严肃的话题 能够在这样的一种 比较轻松的场合达到它的目的吗 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显示 华盛顿的态度也变软了 您的看法呢 这个跟那个华盛顿的态度变软 根本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我觉得美方就是希望 换一个那个风格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效果 要不然的话 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们都知道 那个对方的那些论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换一个风格 换一个那个说话 一种口彩 也许会有一些那些突破 可是到现在为止 这些是只不过有商政意义 我觉得 其实他们这样做 我不是反对 可是我其实对这个形式 不怀着什么太大的希望 比如说这次他们说 那个埃伯拉这个问题 或者是那个ISIL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可以一起合作 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 可是他们是要打击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气氛 尤其是准备那个10月份 那个两个国家的领袖 在那个北京开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年来 从那个阿兰伯格 这一年来 中国美国的关系就是 没况愈下 其实不太好 现在我们有一个 比较好的气氛 可是这个是制表 不制本的我觉得 所以您觉得 虽然气氛轻松了 但是这个会谈 有没有成果 还是不是那么乐观 没有太大的那个成果 主要就是那个领带 在脖子这里 你心里有没有带领带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最重要 那么最后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您刚刚也提到 11月份 北京要召开这个 APEC的峰会 那么现在也有人 在北京提出 中国也可以采取 这种所谓的庄园外交 像中南海的紫光阁 钓鱼台宾馆 都是很好的选择 中国既然要做世界大国 它也应该要朝向 这种西方国家 所采用的这种 这种友谊式的 这种外交方式 您觉得行得通吗 这个不是中国的擅长 因为中国的 这个外交的这个风格 就是很正式的 如果你要就是装的 很非正式的话 就有点那个 东西小品的这个效果 我们都看得出来 是作秀的 而且不是为了跟美国人 有直接了当的那个回谈 就是为了给国内的 一些人看 所以我觉得 中国就应该按照 中国所习惯的方式 才会比较自然 比较舒服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先生 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呢 有关于这个克里 还有杨洁篪在这个周末 他们会晤的详尽内容 也欢迎您登陆我们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导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给我们ungs封kok 哦 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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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